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非常有创意的双层镂空垫子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左手持线 然后将勾针放在线的下方,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接着编织50个锁针 锁针数是3的倍数加2针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调整一下锁针的长度 锁针的链条编好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八个锁针 然后调理扇的一根线,编制一个长针 长针完成之后,接着锁两针 后面呢,空出两个锁针 然后调理扇的一根线,编制一个长针 长针变好之后,接着锁两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第一行完成之后,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五针 然后呢,调转方向 在第二个长针上,编制一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下一针,编制一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第二行编织到最后 接着空出两个锁针 然后在下一个锁针上 编制一个长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五针 然后调转方向 重复第二行的花样编织 首先在第二个长针上 编制一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下一针 编制一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这个花样编织 一直勾制到第十五行即可 第十五行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然后将线剪断 接着锁一针 接着锁一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上层的部分 首先在这两个锁针处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编织三个中长针 接着在另外一侧的长针上 编织三个中长针 然后在这两个锁针处 编织三个中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个长针上 编织三个中长针 然后在这两个锁针处 编织三个中长针 之后呢 继续重复这个花样编织 按照公字形的一个走向 这样一直重复 编织一圈即可 第一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将线剪断 接着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第一圈的花样完成之后 接着换线编织 在下面的这一针上 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然后编织三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的这一针上 编织三个中长针 后面呢继续按照第一行的花样 重复编织 接着后面呢继续 重复这个花样编织 同样是按照一个公字形的走向 这样环形编织一圈 每一圈这样重复编织 一直勾织到中心点的位置 这样呢我们这款双层的 镂空花垫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